你现在听到的不是潜艇 不是地震 也不是任何已知的海洋生物 但这种金属敲击声 在太平洋深处持续响了几十年 规律的像某种反复发送的信号 而最诡异的是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来自于哪里 它有一个名字叫Upsweep 是全世界最无法解释的深海声源之一 这期视频后面 我会放几段原始音频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它们究竟像什么 但首先让我们从它被第一次记录的时候 开始说起 1989年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在布满整个太平洋的水下监听网里 第一次捕捉到了这种声音 既像金属刮叉的声音 又像节奏性的敲击 频率稳定 能传播上千公里 更诡异的是 它并不是连续的 而是每年春秋季会固定变强 之后的几十年里 它一直存在 但声音逐渐减弱 至今没有任何自然现象能完美解释 它就像深海里的语音留言 每年都会按时想起 却没人能听得懂 更奇怪的是 所有我们能想象的自然解释 全都说不通 科学家试过三种主流解释 但每个都被卡住 最早怀疑是火山活动 但Upsweep的频率太稳定 不像火山的那种随机轰隆声 它更像是某种机械装置在运行 后来科学家怀疑是金鱼的叫声 结果发现完全不笔配 而且金鱼也不可能在几十年 每年春秋季都固定的彩排 最后他们又怀疑到 是不是地震的摩擦 但是地震不会这么规律 更不可能进行几十年的循环 所以直到现在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 官方说法只有一句 来源未知 既然不是我们熟悉的自然现象 那这个声音又来自于哪里呢 答案藏在深海的地图里 Upsweep的声音 很可能来自海底一块 科学家几乎都进不去的区域 太平洋终极附近 这里是全球最活跃 最危险 也是最神秘的海底之一 那里有巨大的裂骨 几千度的热液喷口 完全无光的生态系统 时间停留的压力深度 换句话来说 这里是地球最接近 外星环境的地方 而Upsweep的声音 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但即使定位到了区域 解释依然很牵强 于是科学家提出了 一个更刺激的猜想 过去十年 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假说 Upsweep可能来自热液喷口 内部的管道结构式共振 这些喷口内部 像巨大的金属管 海水一旦被高温瞬间加热 膨胀收缩 就可能产生 类似金属敲击的周期声 为什么每年都是春秋季变强 为什么全球有这么多喷口 却只有一个想的这么异常 自然现象能这么准时吗 更关键的是 Upsweep只是其中之一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还记录到一些听上去 根本不像自然界 能发出来的声音 这些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 我放一段大家自己听 这些声音的来源全都是未知 没有一个能找到确切的解释 有科学家半开玩笑地说 我们可能在监听一个 我们根本不了解的文明 当然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 这不太可能 但Upsweep的特征太过机械 很多人听完的第一反应都是 这不是大自然发出来的声音 而最诡异的是 Upsweep到今天还在想 尽管今天 Upsweep的声音弱了很多 但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每年仍然能捕捉到微弱的回声 它像一个正在慢慢关闭的开关 也可能是地球机制的一部分 只是 我们还没有理解 在这个解释出现之前 它就是一个无解的谜 而接下来 你将听到整段Upsweep的原始音频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它到底是像自然产生的 还是更像人为的信号 如果地球真的有某种深海节奏 而我们只是听到了其中的一个音符 那剩下的部分 会不会已经被我们忽略了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